5年来朝鲜首次跨境进行无人机入侵 没想到最终是韩国空军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据报道 韩国打算置资数十亿美元 来为其主力战机F15K进行重大升级 并打算额外购买空对空加油机 以提高战机的航程 来执行长城空运任务 而韩国的这项重大升级计划 仅仅在朝鲜无人机入侵事件的两天后就获得的批准 可见韩国对朝鲜的态度十分紧张 关于这项升级计划 据《动力与全球飞行》2022年12月29日的报道 此次的F15K性能升级计划将在2024到2034年执行 首尔将为其相关项目提拨38亿美元 并称F15K升级的海外采购障碍已排除 那么这次升级都包括哪些内容 引发升级计划的朝鲜无人机入侵 又是怎么回事 以及升级后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此次F15K的升级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安装新型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新型任务计算机 以及新型电阵套件等先进设施 而其中的升级核心 便是要引入新的有缘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来取代目前正在使用的雷神 ANAPJ63V1雷达 尽管南韩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 对此并未明说 但考虑到韩国空军的需求 AESA的选项无非就那么几样 第一个可能是已被改装到 美国空军F15CD上的 APJ63V3雷达 APJ63是美国首次用 MPRF波形实现PD体制的雷达 也是美国首部采用了高中低 PRF全波形设计的数字化PD雷达 一句话总结就是很牛 安装了它的载机 能对全高度全方位进入的目标 具有良好的上市和下市探测能力 而为了确保MPRF的探测距离 它还采用了13位巴克马麦亚 可以说是APJ63就是美国第一部 真正实现了全向全高度 无速度覆盖缺口的下市探测雷达 而APJ63V3就是APJ63系列中的佼佼者 该雷达结合了美国海军 APJ79雷达项目的改进技术 能增强全体机组人员的侦察能力 和与其他机组人员的联通性 甚至APJ63V3雷达 可以作为飞机的核心传感器中枢 来提供精确和及时的信息 绝对能当作F15战斗机的 火力增效器使用 目前除了美国外 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F15战机 也都选择了它 所以它被选韩国F15K升级包机会最大 第二个可能是装备在新型F15E EX战机上的 AN APJ82V1雷达 该雷达是美国海军F15E攻击鹰战斗轰炸机的标配 对F15的海外用户来说 这款雷达几乎是升级时的必选项目 如日本就将其选为F15J的现代化升级包 值得注意的是 APJ82V1雷达具有多用途特性 因此升级后的F15J 虽然名义上还叫超级拦截机 但日本航空自卫队从未排除 让这些战机承担多样化任务 平时会承担一些海上巡逻和空队地攻击任务 总之 无论是换装APJ63V3 还是换装AN APJ82V1 韩国的F15K在更新完后 绝对能提升多方面性能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换测距离 保真度 更新频率 可靠性 以及电子战对抗能力等 最重要的是 更换新的雷达对于发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 低空飞行和低雷达横截面目标至关重要 这能让航空军的F15K战机 变得与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升级的F15CD战机 以及现在配备AESA雷达的F16战机一样 能承担起国土防御的重担 当然 这次升级 F15K战机也有可能会安装 首尔为KF-21战斗机开发的自制雷达 KF-21战机是韩国的四代半战机 目前还在研制当中 去年7月份进行了KF-X原型机的首飞 KF-21战机的AESA雷达原型机 大约有1088个首发通道 今年预计将达到约1200到1300个 与F35持平 其最大探测距离约200公里 合成孔径雷达模式分辨率超过1米 雷达可探测跟踪数百个地面目标 所以其性能是要优于 韩国空军装备在KF-16V上的ANAPJ-83雷达的 只是目前仍在研制中 所以F15K升级选它的可能性有 但不大 而韩国之所以会花费数十亿美金 对F15进行升级 主要是因为开头提到的 朝鲜无人机入侵事件 据韩联社报道 2022年12月26日 韩国军方在当天上午10时25分 在荆棘道一带捕捉到多条 疑似朝鲜无人机的航机 总共识别到5架朝鲜无人机 首先捕捉到的一架 进入了金浦和泊州之间的 汉江中立水域 随后直接飞往首尔北部地区 之后离开首尔返回了朝鲜 其余四架从江华岛西色飞入 在江华岛地区展开活动 据了解 韩国飞行员肉眼发现了一架无人机 该无人机翼展约为2米 其余无人机通过雷达识别 因此外形未能得到掌握 作为回应 当时韩国军方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 和以北地区 投入了有人和无人侦察设备 拍摄了朝方主要军事设施 此外韩国空军当日还派出战斗机 攻击直升机 轻攻击机等展开应对 其中直升机更是发射了100多枚 20毫米口径炮弹 只是未能射中朝鲜无人机 在之后展开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简报会议上 一位官员对此总结说道 朝鲜侵犯我们的领空 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 将隔5年 没想到再度有朝鲜无人机 入侵韩国领空 2017年时 朝鲜就曾派出无人机越界 进入了韩国领空 且飞至青上北到兴州的 萨德基地进行了拍摄 根据韩国军方调查结果 该无人机整体飞行时间 达5小时30多分钟 飞行距离490多公里 在兴州完成拍摄后 返回途中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 以上种种都反映出 朝鲜不断扩大的军事能力 现在不止限于能力更强 影响更深远的弹道导弹 还包括了一系列无人机 虽然这些无人机通常相当简单 但仅仅通过齐压导性的数量 就能造成巨大混乱 往年朝鲜都是搞一些导弹试射而已 如中程弹道导弹 前射导弹 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等 总之 朝鲜方面推进核计划 并多次试射弹道导弹 释放无人机的行为 让朝鲜半岛局势变得更为紧张 韩国感到了不安 所以才有了这次F15K的重大升级计划 况且韩国对F15机队进行大量投资 对首尔来说很有意义 尤其是在F15还剩下大量寿命的情况下 最后两架F15K战机 是在2022年4月时接受的 这些喷气式飞机的平均机灵 只有14.1年 F15K是一种多用途战斗机 它装备精良 可以对朝鲜目标执行远程打击任务 包括各种强化加固目标 在弹药上F15K可以携带AGM-84H SLAM-ER防区外巡航导弹 或金牛座KEPD-350K巡航导弹 前者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巡航导弹 具有隐身功能 即使在复杂的沿海环境中也能可靠的击中目标 它的射程约为273公里 可以通过双向数据链进行航路控制 动态定位其撞击点 而后者金牛座KEPD-350K巡航导弹 是由KEPD-350升级而来的 该弹安装了罗克威尔科林斯公司生产的 军规GPS接收模组 具有选择性可用性防欺骗模块 可防止电磁干扰 如今韩国还打算研制金牛座的国产型号 殊不准 今后会装备在KF-21战斗机上 最关键的是F-15K凭借惊人的携带能力 是可以装备JUB-28BII激光制导导弹的 重达4700磅的穿透性JUB-28B掩体破坏者 在对付朝鲜导弹、飞机和设施的加固掩体 洞穴和地下指挥锁时 具备致命的打击效果 因此才得到了韩国空军的重视 也算是此次升级的原因之一 F-15K在应对朝鲜最近的挑衅时 一直都处于最前沿的状态 比如曾包括F-15K在内的 大约30架韩国空军战斗机被紧急出动 以应对朝鲜战机在边境另一边进行的军事演习 在行动中 F-15K战机投掷了两枚破坏掩体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直接回应了朝鲜在日本上空发射中程弹道导弹的行为 除了F-15K外 韩国还投资了40架F-35A隐形战斗机 F-16升级计划以及KF-21计划 甚至还批准了在2024年至2029年期间 以1.2兆韩元购买两架新的加油机 以此来应对朝鲜日益增加的威胁 可见韩国对朝鲜力量的忌惮 目前韩国空军数量最多的F-16CD战斗机 其升级计划已在进行中 其中约130架正在达到F-16V标准 耗资约12亿美元 这种现代化改造内容包括AESA雷达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AN-APJ83 可扩展敏捷波数雷达 以及改进的驾驶舱显示器和任务计算机 升级工作预计将于2025年左右完成 而KF-21计划 韩国空军预计于2032年底 将数量部署到120架 至于采购新的两架加油机 其型号尚未正式确定 最有可能的候选者是波音KC46和空中客车A330MRTT 我们知道 空中加油能在任何形式和持续任务中 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扩大战斗机和侦察机的行动半径 让韩国空军在有争议的独岛上方将更有存在感 同时 加油机还为韩国空军提供了新的战略空运能力 以支持更远地区的国际任务 而除了上述关于空军的军事计划外 韩国新一轮签署的军事计划 还包括有对韩国海军KDX-3型驱逐舰失踪大地级的升级 其中四艘已经完成 还有两艘正在计划中 这些军舰的升级成本约为5.3亿美元 将在2024年至2033年之间接受新的子系统 反正按照韩国的期望 就是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 都能让韩国在盟国间拥有足够的国际地位 好了 大家对愈发紧张的半岛局势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